大家好,我是游子 看看昨天挂的大风 但是它一直挂了一天一夜 终于今天早上我起来,这个风是停了 我想出去看看我现在外面损失有多惨重 昨天看了小苗,因为还小 它反而倒没有受什么损失 我又去后院看了 我那把大伞已经给吹倒了 首先它倒的地方没有碰到我的胶白 什么都没碰到 我就赶紧冒着大风出去 先把它收起来 因为我怕这个风大了以后 会把这个伞往胶白那个方向吹 他们说你就不用去动它 我说我一定要把它先收起来 就扔地上了,我就不管了 我说到明天我再想办法 给它移到边上去 还算好 我是穿了羽绒背心戴着帽子出去的 就让它扔地上明天再来管它 今天早上起来 风平浪静 那风把云全都催散了 所以海特别的懒 我惦记着我的小苗 所以今天八点就起来了 我出去把后面的伞放好 看我那小苗好像没什么损失 它们还挺挺玉立 胶白掉下了好多叶子 我就给它们全部都捡了 把后院扫了一下 这盆几乎已经没有长的叶子了 这盆同耗是在风最大的地方 但是它一点损失都没有 都可以采摘吃了 因为种的很挤可以煎苗吃 这下我放心的回房间了 回房间第一件事 我把这个大蒜放在这个盆里 想准备做一盆水培大蒜苗 因为这个买的是Costco这一盆大蒜 我不想吃就想种 它是有机的 那已经没地种了 那我就种水培 不种酒黄 就是种绿叶的这个大蒜苗 先给它泡一下 等它那个芽下面那个根 泡出来了以后 我再把头剪掉 这样它就容易发芽 等它发芽了 我就让它放在房间里 靠窗后有太阳的地方 有光的地方 让它长大蒜苗吃 现在我就做饭了 今天想把这个猪脚给煮了 这个猪脚这一包有五磅 所以我把整个一包都是冰冻的 稍微冲洗了一下 放水里准备撤一下水 我就是这样冷水 放点生姜 再放点黄酒 盖上盖 就用大火 先化了冰 让它稍微煮一下 就可以起锅 放高压锅里来煮 猪脚已经煮好了 现在我拿个高压锅 锅里放一点点水 猪脚我已经撇了 没了 现在只要把这个猪脚 放到高压锅里 我又加了一些生姜 多放了一些生姜 再放点黄酒 这样盖上盖 先把猪脚给它煮烂了 今天这个猪脚五磅好多 我可以吃三次 我准备先把它全都煮烂 拿一部分出来 跟萝卜一起煮 萝卜昨天晚上 我已经把一根萝卜削了 已经让它煮熟了 还有一点猪脚 我准备跟黄豆一起煮 但是这个是明天煮的 今天猪脚煮萝卜 准备用个小砂锅 这次做猪脚 我尽量就煮清白的 因为现在吃颜色比较深的东西 就会喉咙痒 就有刺激了 它就会咳嗽 如果没有什么刺激 你也不说话 不张嘴 没事 它可以一天都不咳 但是做不到 我录视频就得说话 所以说说我就得把声音关了 为什么 喉咙就痒了 嘴里24小时 我都不停地吃韩片 吃了它就不咳了 猪脚让它炖着 我现在削两个土豆 土豆去皮以后 把它刨成丝 我跟CM说 我天天看你吃老三片 我都看你咽了 不要说你吃了 他说我没吃咽 我说今天给你换一个胃口吧 他说如果too Chinese I don't want it 我说不是的 这个是美国人的做法 你去老美的店里吃早饭 他们都有土豆饼 这叫土豆饼 我跟他说 你先吃 如果不好吃 我再帮你做老三片 他说好的 他自己在空气炸锅机里面 烤了三根意大利香肠 土豆刨成丝以后 不要放水 因为土豆刨成丝以后 你放了水 它的淀粉就给你都洗光了 那这样 他出来的这个饼就不好吃了 它没有粘性了 所以把跑好的土豆丝 直接就放调料 土豆丝跑好了 我就把它转到了一个大碗里面 现在来调料 料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盐和鸡精 你也可以再放一些什么黑胡椒什么的 我没放 我就放了盐跟鸡精 但是我放下去了 Sam就在边上叫了 我不要放任何调料 我说那淡的 对啊 我就要吃淡的 我说你不要管了 我说我先做一个 你要是觉得不好吃 我再帮你做一个 反正已经做了 放也已经放了 我说你不吃 我吃也行 他说好的 现在我用手 把它们稍微调一下 调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基本上已经都调匀了 现在马上就煮 要不然它就会发黑 我在不蘸锅里边放了一点点油 把它摊平 摊得像锅一样大小 周围 你把碎的 尽量让它压到边上 整理一下 因为你要不让它们 粘在一起 你到时候翻的时候 它容易碎 所以边上一定要让它 没有毛边 把这个饼压得越扁越好 开大火 盖上盖 让它先把土豆焖熟 其实它在焖熟的时候 它会释放淀粉 就会把这些饼 全都粘在一起了 所以千万不能下水洗 一洗就把淀粉给洗掉了 差不多煮到这个土豆熟 其实都能闻到这个土豆的味道 我们就开盖 你要让它开盖的 收干的煮一会儿 你抖一下锅 你看这个饼 你看这个饼能够在一起了 你就可以翻了 让我来看看能不能翻成功 翻 太棒了 你看 因为它有淀粉 所以它粘在一起 现在就变成土豆饼了 Sam说这个上面看上去很香啊 他说不要再煮了 我要吃嫩的 我说行 我撒了一点葱花 就给它再煮一会儿 等这个葱花 因为葱是冰的 等它化了 我就可以起锅了 我跟你说 又好吃 又好做 你可以实时做给你的爱人 或你的孩子们吃 他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就是Sam开的罐头的豆 还有三根香肠 他尝了这个饼 他说太咸了 他说能不能再给我做一个 什么都不要放 我也是做一个 好像还没完够 我就说好 我再给你做一个 他说你不会觉得我很难弄吧 是不是会累到你 我说不会 我说我喜欢玩这个东西 我又盘了两个土豆丝 这次我什么都没放 但是你看 这次没犯成功 因为边上那个土豆 我没有把它压实 不过没关系 放回去 再煎一会儿就好了 因为他要煎嫩的 所以翻过来 我就不用煎很久 土豆已经都熟了 给他撒一把葱 等葱化冰了 就可以起锅了 Sam说 我没有麻烦你很多 能不能每天给我做一个 我说你现在不要吃老三片了 他说我换老三片 这个就是老三片 把我笑死了 他说能不能里边再放胡萝卜丝 我说这个如果放了胡萝卜丝 就不叫饼了 他就不会粘在一起 除非再放个鸡蛋 我说慢慢看 他说你觉得很烦吗 你这样天天做给我吃 你不厌烦吗 我说没事 我就是喜欢做这个菜 他马上就开始说了 是 他说我就觉得你做什么事情 就是做饭 有条有理 做完了厨房都是干干净净的 我说你不要拍我马屁 你要让我做 我高兴我会做 但我不高兴我就不做了 他说我知道 好了 他的第二个饼又做好了 但是他把我第一个饼 已经吃掉一半了 他说你不要碰我第二个饼啊 我吃已经吃饱了 我要留着晚上吃 我说好 这时已经十二点了 他已经都吃完了 我还没做 现在先把这一个萝卜的一半拿出来 放在油里炒 炒了以后放一点骨底油 做一个红烧萝卜 放了酱油以后就要好好的炒 把这些萝卜让他吸干这个酱油 但是这个萝卜里面还是有水的 我今天因为是加了一点萝卜水的 现在就只要盖上盖 让他焖个五分钟 火不要太大 就让他把味道煮到萝卜里面去 高压锅里的猪脚已经好了 我给他出气以后又焖了十五分钟 现在你看到还在那边滚 我用另外一个砂锅 把另外半个萝卜放在里面 包裹煮的那个萝卜水 拿出一些猪脚 我不想煮的太多 因为剁下来的猪脚 我准备煮黄豆 煮了黄豆以后 我到时候看 要不要煮红烧还怎么样 现在尽量不要吃生颜色的东西啊 好了 猪脚就这样放好了以后 我就把浸泡的黄豆放到高压锅里 再开高压 给他煮个五分钟 出气以后 关火就让他盖在那里 有可能我会明天吃 因为今天是吃萝卜猪脚 我又放了一点烟 因为萝卜煮的时候 我都没有任何味道的 砂锅煮它可以保暖 所以这里边有好多萝卜汤 我也可以喝萝卜汤 现在盖上盖 让它煮开以后 再撒一把葱 那萝卜汤就做好了 再来看看红烧萝卜 现在可以开盖了 还好它没有把水烧干 其实我没放什么水 它这个萝卜里边有水 现在给它再翻炒一下 砸一大把葱 就可以起过了 如果这个时候有大蒜苗 那就更香了 现在大蒜苗还没尝出来 其实我老早就应该种大蒜苗了 就因为咳嗽 咳得我脑子都糊涂了 所以今年种了碗了 没关系 放葱 这个菜也是很好吃的 应该红烧萝卜要放一点糖 但是我现在能不放的尽量不放糖 因为怕这个糖分太高会引起糖尿病 现在好多事 不是说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尽量避免该吃的还是要吃的 好了 萝卜做好了 盛了满满的一碗 看了就特别的馋 猪脚汤也煮开了 现在放一把葱 哇 真的 香好香哦 冬天就是要这样吃 我尝了一下味道 还是有点淡 但是我不想放烟了 我就在一个小碗里边 倒了一点那个熟酱油 这个熟酱油啊 又咸又鲜 所以我放了一勺猪脚汤 这样就粘起来正好 我再把昨天晚上 又重新煮的米粉 热了一下 Sam已经吃好 睡午觉去了 我就一个人吃 但是我很享受 这都是我喜欢吃的菜 猪脚这样吃特别好吃 如果你觉得淡 就再沾一点这个酱油 他这个猪脚肉还是蛮厚的 记得 这是我在胃上面买的猪脚 它有两种 一种啊 我买了以后 煮出来就是一层皮 没什么筋的 我就不太懂 猪脚是不是有分前腿跟后腿 但是他也没写前腿后腿 跟他的价钱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就要比那个贵一点 所以你就选贵的买 那就对了 日子真的过得好快 刚刚好像到了2024年 现在已经到了年底了 真的日子过得太快了 好多人多说 你小的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好慢 但是到你年纪大了 你就会觉得这日子怎么越过越快 真的 看看我们都老了 我昨天看到我们歌剧院血管 我们那时候两个班 一个舞蹈班又一个割剧班 舞蹈班的同学呢 要比我们小个四五岁 著名舞蹈家周杰 就是我们同班的同学 还有吴梦 虽然他们年纪轻轻都已经走了 但是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他们虽然看上去老了 但是他们心态都还很年轻 你看他们聊天 是无主导的 叫起来敞开大笑那种感觉 都活得特别自然 特别实在 其实人就该这样活着 有网友问我 什么叫血管 哎呀就是打倒四人帮以后 各个地方的文艺团体啊 都是青黄不结 所以上海就招了一批 这样的年轻接班人 这时候全国的高考还没有开始 所以大家都来考这样的血管 成千上万的女孩 男孩都来考这样的团体 上海有11个血管 周立波也是 华季集团的血管出生的 那时候国家专注培养了一批文艺接班人 我们这些孩子所有的费用 吃穿全是国家服的 市制也是配置的特别的顶级 都是各个学校啊 还有团体的顶级人员 来培养我们的 应该说我们是一群非常幸运的孩子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你的关注 祝大家周末快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